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崛起 而俄罗斯自由思想的月刊也发表文章指出 不能对中国的崛起不屑一顾 可见在21世纪的前十年 中国崛起受世界的瞩目 那么如今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是否大国在崛起的关键时期都会遇到种种的麻烦和困难呢 那么我们中国的崛起又将应对什么样的方式和战略呢 那么就这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严学通教授 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有请严教授 严学通 先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国际政治科学总编 先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 1998年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1999年 国际形势与谈论问题获北京市优秀报告一等奖 2008年 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获北京市优秀报告一等奖 助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 国际政治与中国等 非常感谢严教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大讲堂 那么我们之前也知道前段时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访了俄罗斯 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也是他首次去出访这样一个国家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读中俄两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次这个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 显然向前推进了一步 比如说普京和这个习主席都说中俄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性的 那么这样给人的联想就是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是叫特殊关系 我们没说是特殊关系 但我们说我们是有特殊性的 然后我们还说了一个有意思的话叫做说 习主席讲就是中俄战略关系是最重要的战略关系 跟其他的国家都叫做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之一 但俄罗斯没有之一这两个字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读呢 我的理解就是中俄的战略关系没有那种条约式的军事同盟的盟约 但是双方在军事战略合作上明显在向前推进 这就是条约里边明确提出的我们在主权安全和领土问题上坚决相互支持 他不是支持是坚决相互支持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双方在讨论的关于军事方面的合作 那这样的军事方面的良性的互动会对其他方面有影响吗 有积极的影响吗 比如说经济方面 应该说是这个中俄之间的合作基础是安全上的合作 就是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规模赶不上日本 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 但是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远远好于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 所以其实就是说是只要中俄之间的战略利益一致 双方的战略需求在不断上升 那实际上这关系就是非常稳定的 至于就是这个安全关系对经济关系有没有正面影响 肯定有 问题是有多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但是自从美国冲返亚太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非常的复杂 美国的冲返战略的亚太是它的对华政策的一个调整 它是2009年提出 但是实施是2010年开始 对中国来讲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所有大国中间 这是没有进行战争时间最长的国家 连德国法国英国都进行过阿富汗战争 是向法国还卷入到利比亚战争 日本和中国是进行战争最少的 但是日本还向阿富汗派过后勤的工程人员 我们从1984年之后到现在我们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战争 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极少有的不参加战争的大陆 那我们之所以不参加战争的原因 我们的政策是说我们不想进行战争 这个其他的国家和我们不一样 他说他们想进行战争 那么你认为下一步我们国家的外交战略会有所改变吗 我认为我们不想战争这个动机不会发生变化 至于就是说中国是不会逼的必须进行战争 那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点就从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来讲 还是在强调到维护和平 你如果看习主席在博鳌论坛的这个讲话 就是这次大家有一个媒体普遍注意到 是在一个经济论坛上 但是习主席讲话中多次提出和平问题 其中大概有制式 我估计大概如果不到一半 也是五分之二的这个内容 是在讨论和平问题 所以可见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国际安全环境的问题 比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要严重的多 如果相对来讲 现在世界上所有大国中间 还没有一个大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比中国好 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 马上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我们的海外投资 就是说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说外部经济环境比我们好的 但是我们面临的安全环境却不是世界上最好 那也就是说其实和我们的和平发展会有一个矛盾点存在 这个和平发展是说我们通过和平方式使国家强大 但是这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应该有国防建设 没有国防建设特别是国防力量弱的国家 他们不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小 国防力量强大的国家 他能够决定自己要不要卷入战争的这个主动权才强 所以就是说要想和平崛起 就必须得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 好的非常感谢严教授 接下来请严教授带来他今天的演讲 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 实际是讨论一个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那么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中国的崛起 或者说叫做民族复兴 所以我想我们先讨论几个概念上的区别 很多人认为崛起和复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它是两个词肯定有区别 但是它从性质上来讲没有区别 就是崛起是指什么呢 是指赶上和超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它简单就是这么个意思 在你所处的那个时代 你要赶上最强大的和超越最强大的国家 这叫崛起 所以这就为什么不会一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会把它理解作为是崛起 比如说不管是瑞士是挪威 它们不管它GDP增长多少 它有多少钱 也不管说这国家在崛起 它跟着没关系 崛起只有大国才有崛起的这么一件事 那么复兴是什么呢 复兴是把历史因素考虑进来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从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后来衰落了 衰落了以后 现在所谓复兴回复到 就是恢复当年拥有的那种世界国际地位 所以实际你要看一下这个笔记讲 你就发现它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复兴是一个U型的状态 那么崛起是这U型状态的半拉 后半拉 就是从谷底向恢复到原来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第二个概念上的区别 我们要讨论是什么 需要澄清一下 就是说发展和崛起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以为能够导致国家发展的战略 就能让国家崛起 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崛起跟发展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发展是一个绝对概念 是自己和自己比 就是说你只要今天的生活水平比昨天好 你这就是发展 是吧 但崛起不行 崛起是说不是说你和自己比是不是进步了 是你和人家那个强大者之间的差距是不是缩小了 所以崛起是个相对概念 是吧 大家都经过过高考 就是你能不能够考上清华 不是说你考分比你去年考的高了多少 是吧 去年你考六百四没考上 今年考六百五 今年分像六百六了 你还是考不上 所以是你跟别人比 是这一年里别人考报考清华的人 他分是多少 你跟他的差距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了 发展和崛起不是一个概念 它性质上是不同的 发展是说自己的改善 而崛起是要跟别人比较的 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发展能不能导致崛起呢 我自己的理解 发展能不能导致崛起 取决于你的发展速度是不是比别人快 当你发展速度没有别人快的时候 你的结果是越发展越落后 越发展越衰败 大家想一想 这个俄罗斯 普京上台之后 俄罗斯的状态有所改善 自己跟自己比 你说发展没发展 也发展了 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呢 不断的下降 我们不要说别人 就说我们自己 大清帝国 到慈禧时候 我们都认为是一个非常衰弱的中国 那时候我们觉得很 中国是很 特别是亚平战争 是成了中国的耻辱的开始 大家要知道 慈禧时期的中国 比康熙时期的中国 那是大大发展 慈禧的时期我们有什么 慈禧时候我们有 现代化的军舰 铁甲舰 康熙时候只是木船 慈禧时候我们有现代化的 机械纺织舰 康熙时候还都是纺车 木车 慈禧时候有报纸 那是有了工学 康熙时候还都是私服了 所以你要说发展 发展其实说实话 想不发展实际上是困难的 你说我想不发展 你说现在你想让你还用十年前手机 它能用吗 那不能用了可能 开个玩笑说 连苏梅里海盗都得发展 手机还得更新换单 所以现在不是说你发展就一定能崛起 是你发展速度得比别人快才能绝节 还不是说你跟自己比 比自己快都不行 你得比别人快 这样大家明白了 发展和崛起是两个不同概念就出现了 能够帮助你实现发展的策略 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崛起 那么从民族复兴来讲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它实际性质 前面衰落去掉之后 后边跟崛起是一样的 于是你在赶超的过程中间 我们要谈三个概念 第一叫做结构性矛盾 第二叫做综合国力 第三个叫做崛起困境 咱们先说什么叫做结构性矛盾 国际关系中间 我们知道有个概念叫国际格局 然后有单级格局 两级格级和多级格局 那么冷战后 美国就是说 它变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说我就要维持一级格局 我要长期维持一级格局 用奥巴马的话讲 就美国绝不接受世界第二 是吧 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在国庆咨文里讲了 那么美国不接受世界第二 就存在了一个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当你超越美国 美国变成第二 那美国怎么办 这就是个问题 中国就算没有赶上美国 中国在推动多级化 我们说是多级化 那你把国际格局 变成一个多级格局 那美国说 我要的是一级格局 你要搞多级格局 你看我这国际格局的这个结构 这不就矛盾就发生了 这就叫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呢 我们就说 这结构性矛盾怎么形成呢 这叫做综合国力 美国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发展 美国一直希望 中国能像日本一样 变成一个经济上 非常发达的国家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 也很明确提出来 就是说 跟中国在经济上 就是战略合作伙伴 经济上就是要合作 鲍威尔这么说的 到希腊里还这么说 但是他后半句 没法讲 那安全上 跟中国什么关系 不是说 他不知道 他心里知道 但是不能说出来 就是说 我安全上跟中国 咱们俩之间 不是合作伙伴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问我 我们跟俄罗斯人 我们跟俄罗斯在安全市 是合作伙伴 这是性质上的区别 好了 那这样呢 就美国就是说 他经济上跟你合作 所以他经济上 希望你发展 他并不想希望 经济上对你进行遏制 也不封锁你 但是安全上 他不希望你发展 所以他采取的政策 就是对中国新兴 武器禁运 长期以来 从89年到现在 就从来没有一天解禁过 而且告诉欧洲国家 你们谁都不许接近 必须对长期 对中国实行军事禁运 武器禁运 军事技术禁运 好了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得说 综合国力的作用是什么 美国之所以不担心 中国经济发展 是因为 如果中国是个经济大国 哪怕是GDP超过美国 中国也成为不了 世界最强大国家 单一实力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 日本二十多年 世界经济第二 没有一天 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苏联经济规模比日本小 但苏联有超级大国的地位 因为苏联是一个综合国力国家 综合国力的构成是由政治实力 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 四项基本实力 综合而成 你单一的实力是不行的 所以这样呢 对美国来讲 他就看了 是吧 政治实力 我们去掉不考虑 就单看资源性 什么 因为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 它是运用这些资源实力 资源性实力里边的 有文化实力 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 这三项是资源性的 是吧 这种资源性的实力 在运用的时候 那么美国说 我先不说 咱俩用的本事谁大 咱先说 这个资源本身谁多少 那么美国说了 我经济你有多大 我都不怕 为什么 只要你军事上不行 所以 因为什么 美国目前的世界第一的地位的基础 是它的军事实力 美国那么大的债务 债务比GDP都大 欠人那么多钱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都知道美元越来越不值钱 为什么美元能维持住 美国的美元的世界货 这个叫做 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美国不是靠它的经济 活力来维持它的地位 美国是靠它的军事力量 维持了美元的世界 储备货币的地位 是因为美国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人们都相信这个国家是强大的 人们相信美元这张纸 不会变成废纸 好了 那这样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成为一个世界 主导国的国家 一定以综合实力为基础 那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 就必须全面发展自己的综合实力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三个概念 叫崛起困境 也就是体系压力 什么叫崛起困境 崛起困境是说你越强大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的国际压力会越大 不是你越强大 你带来国际压力越小 最近习主席有讲话 我觉得非常好 我想念一下 就是他这句话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的事业越前进 越发展 新情况 新问题就会越多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 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 这是对我们过去一个观念 认为今后强大了 我们困难就少了 我们以后面临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这一个根本的一个纠正 我想问你们 你们觉得是读研究生面临的那个难度大 还是上小学那难度大 奥运会比赛是出赛的时候难度大 还是决赛的时候难度大 怎么能想象 当我们强大了 我们就困难就会少了呢 你难度只会 你困难只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困难 不会越来越不困难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好多问题 现在先不解决 等以后解决 你今天不解决 今天你觉得很难解决 隔20年以后 你发现更难解决 一样的 所有的大国崛起过程都是越到后去越困难 前期是相对容易 越到后去越困难 这就像奥运会比赛一样 是吧 用基金格话说 都说的 大国战略就如同在搞那个激流 那叫什么 湍流 那个滑艇 他说这个东西随时可能会翻车 一句话 你越在 如果是个比赛 那在比赛过程中 你会越到后来就越来越难 那么这结构性矛盾就决定了 当我们和美国差距比较大的时候 是吧 我们在后边跟美国差距很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美国去阻止你的力量 动机也不那么强 你跟我还差很远 你越接近 越接近 他越会有这个问题 一句话 他阻止你强大的行为会变得更加粗鲁 所以你们看 为什么在那个滑冰的时候 是弯道上摔倒的多 现在的运动员水平 如果没有人追他 他弯道不会摔跟头的 他之所以在弯道是 这个弯道是超越的时候 你要过去 他不让你过去 是吧 你拉拨车 所以摔倒了 他不是说滑冰技术问题 我们现在跟日本的问题实际就是 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严重 就是在东亚地区 本来日本是经济 第一经济大国 我们是政治第一大国 可以相安无事 等现在我们变成 2010年变成经济 这个东亚第一经济大国 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 日本的第一经济大国没了 我们实现了这个超越 这日本是非常不舒服 所以他现在还只能让你 你刚过了半个身子 我想让你过不去 所以这个结构性矛盾就表现出来 他通过钓鱼岛问题体现出来 所以可想而知 今后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的深化 要比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严重得多 因为中日结构性矛盾紧进极限于 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中美是全方位 所以我觉得习主席的这个讲话 在党校的讲话非常重要 纠正了我们一个 将来等我们强大了 问题就好解决了 这是错的 那么我想再提一下习主席说的这句话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 这句话是他说的 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政治家和领导人说过这句话 叫做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 那我想问大家 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在往一个目标努力 那是不是每届领导人都可以说这句话 我们更加接近了 因为反正都比前面那个接近的 是这道理吗 不是 如果他说我们离那更接近了 说还剩多少 然后我们把它量化 说还剩一万零十年 这有意义吗 这事 说再有一万零十年 咱们就实现了 是吧 前面那事 它是一万零二十年 这有意义吗 这是没意义的 他之所以说这句话 我自己理解 是这个目标 是我们活着的人 在我们这一辈能实现的 是我们这一辈人要让他实现的 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活着要看着他 把他做成 而不是留给子孙后代 让他们去完成 这和以前的 我认为这是本质上的区域 我们要实现复兴 就是要实现崛起 不是把这个任务留给下一代 祖祖辈辈干下去 是吧 像愚公那种思想 是吧 祖祖辈辈 哪辈成不知道 这不是的 好了 这样呢 我才想 正是由于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 所以 而且是在我们活着时候实现民族复兴 这个时候 我们原先就是为了发展所采取的一些个策略 它就不太适宜了 是吧 也就是说你当初 咱们你们都上过高中和大学 你发现大学的读书方法和中学的读书方法不一样 中学的读书方法是你跟着老师走 大学不是自己的意思走 你用中学那种读书方法 你到大学读书 你会发现你在班上只能越来越考后 你考试成绩会越来越差 中学不是 是吧 给出题你都背了 你都做了 会了 你考试你就过去了 因为它有本质区别 中学的时候 你在答案是写别人告诉你的世界已经有的答案 你记住背下来就行了 你把它抄上去 大学不是 它老让你有创新性 就说你要让你回答一个世界上 还没有一个人想到怎么回答 让你来回答 你拿别人的答案来替代 替代是不解决问题的 所谓叫创新 这样你就能理解了 就是应识和创新是不一样的 一样 发展和崛起有本质上的区别 性质上区别 所以采取的方法得不同 是吧 道理一样 讲到我们面临的困难 面临的困难 先说崛起面临的困难 因为你解决问题策略是冲着困难去的 对吧 你什么最困难 你就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困难 是从国际角度来讲 我们的经济环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好的 你们想一想 全世界大国中间面临的国际环境 哪个国家比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好 就从经济角度讲 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比所有的大国都快 我们非常可能 是吧 今年2013年年底 我们就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是进出口两项都超过美国 我们出口已经两年前就超过美国 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是吧 今年我们本来是 有人说今年我们超过了 后来又说数字上 统计还差一点点 是吧 就差一点点没超过 是吧 大概还差个百十来亿 是吧 那今年你怎么都得超过了 所以你是进出口 你都是世界第一大国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在贸易上比我们面临的环境好 没有比我们面临环境更好 投资 我们的投资增长速度最快 每个国家面临的投资 就外部的投资条件比我们更好 是吧 你可以说他环境好 但是他没钱 这跟他们 他没钱 他没环境有什么区别 他不打干这事 那环境好不好能怎么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就会发现 我们今后 我自己认为今后十年 我们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 经济上不是大问题 但是我们的安全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先说 第一部分的就是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我们过去中国人穷不出国旅游 是吧 不存在在海外保护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问题 有量很小 它不发生 习主席这次在博奥伦坛讲话 说预计今后五年将出国四亿人 这四亿人在海外 就一年大概按八千万算的 每年八千万人在外边到处转 你说能不赶上地震海啸政变 那战争 他赶上你怎么办 谁去救他们 是吧 你看他玩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没事 他一旦碰这事 他第一个脑想 中文平均在哪 他就是这件事 他说你是我的军队 你凭什么不救 你没有一定的国防建设 你怎么办 这次我们在利比亚 把他们拉回来了 这对我们 就是三点六万人拉回来 对我们政府 国际形象 对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的作用 大家都非常肯定 认为中国政府是负责人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是做不到的 几年前巴厘岛海啸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能力 把自己的公民拉回来的 是得拖人家澳大利亚的军舰 把人运到新加坡再运回来 而现在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 有能力把自己的人运回来 你没有足够强大海外投放力量 你怎么做得到 第二 我们这么多外汇储备 你在中国你花不出去 好了 那么大的外汇储备 就得在海外去花投资 投资的结果就存在了 谁保护这些投资安全 所以这样大家讲 随着我们的国际地位的上升 我们的经济实力的发展 我们今后面临的安全问题 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而且安全问题是在境外 你有什么能力去为中国老百姓 提供安全保障 我们很多人还有一个误解 以为国家的第一功能 是帮着老百姓挣钱的 这个观念是错的 从几千年到现在 国家的第一个功能 是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所以我觉得这次 习习在博奥的讲话 还有一个特别 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句话是这么一句话 他说叫做 和平如空气和阳光 受益而不绝 失之则难存 没有和平发展 就无从谈起 到底哪个是哪个的基础 是和平是发展的基础 还是发展是和平的基础 就是安全是经济的基础 还是经济是安全的基础 这个是他说的这个事情 实际从国际关系专业来讲 是我们的一个常识 但是在社会上 大家不那么去想 是吧 所有人都 你不是说空气 水和食物 都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 但是人们关心的是食物 为什么呢 食物需要花钱 空气大家没什么关心 为什么空气不要钱 它充足供给 但实际你发现 真正导致人死亡的 最严重是什么 没有空气 几秒钟 十几秒钟就得死 没有水 你七天大家得死 没有食物 你能拖到二十多天 就导致你能够 立即死亡的东西 反而是人们认为 最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就是说 密班说 国防就是空气 当你有的时候 谁也不担心它 等没有的时候 你才发现它是重要的 道理一样 我们今后面临的越来越多的 就是我们的国际安全环境会越来越差 某种程度有点像北京式的污染 空气污染似的 是吧 等污染到那个程度 就是 这不行 这太厉害 这得治理 这时候你就说 不行 开车得少开一点 是吧 它没有埋的时候 你就觉得 平时不开车 我就开车 就是说 它就不一样 道理一样 随着我们强大 我们安全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国家加强国防建设 必须提高我们的安全能力 这是从策略上来讲 这是必须进行调整的 是吧 好了 那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想 就是说是 我们就能理解了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 在咱们前面讲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中间 咱们国家是要素是不平衡的 从发展角度来讲 咱们的 现在我们经济是比较强大 我们可以说我们经济上全球性的经济大国 是吧 世界第二 你 这个政治上 你可以说是区域大国 但是如果从国防力量角度来讲 我们还没有我们政治的影响力大 如果从海军来讲 很大程度人还说我们是一个近海海军 或者说是一个边疆性的海军 我们不是一个全球性的海军 所以比较而言 我们经济实力是最强大 政治力量 这个是第二 那么军事力量跟政治和经济比都差 所以实际就是说 我们缺的正是我们需要补的 从策略来讲 我们要让它平衡 所以我们得加大安全力量 军事力量的发展 文化力量我们也很重视 因为文化力量相对来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样我觉得 从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之前提出了 叫做文化发展战略 你看到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 国家综合实力的要素要平衡发展 不能再说谁是重要的 先发展谁 这不存在先后的问题 它就是要同时发展 就像你家里说 你说不行 咱们家得先解决 什么事是最先解决 你说挣钱是第一位的 上学是第二位的 能这样吗 中国老百姓都不这么认为 我砸锅卖铁 我得让孩子上学 是不是 所以这样就平衡发展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 那么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战略调整 应该解决面临什么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提出了一个 叫做不当头的一个政策 现在出现了一个麻烦 不当头 我们现在又提出要做负责任大国 你说你负责任的时候 你是当头是不当头 你怎么做一个不当头的负责任大国 你做不了 不是你做不了 任何国家都做不了 我既负责任我还不当头 好了 咱们再举个例子 在利比亚问题上 我们投了弃权票 结果遭到批评 说我们不负责任 是吧 为什么说我们是不负责任呢 我说的安理会 不是联合国里面 中国 俄国 德国 巴西和印度 五国家都没投票 为什么说我们不负责任 他说因为你们是最强大的国家 你们带着头 我们说怎么我们带头 他说你 我说为什么不是印度带头 他说有弱国带头的事吗 你的地位已经是世界第二了 你想不带头 你只要不带头 你就是不负责任 你的地位决定了 你不带头 人说你是不负责任 所以我们没办法 等到了叙利亚问题上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支持要反对 反正弃权你不行 今后弃权这个策略 我们就对中国来讲 以后越来越无法使用 不是你要不要使用的问题 你看冷战期间 为什么美苏很少使用弃权 他不是说他不想 他为了决定 他想他也不敢 因为弃权的结果 对自个伤害 比支持和反对 任何一个都伤害还大 他没办法 好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是从大国要担当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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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这个方面的认识 发生了一个变化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面临的 刚才问的 跟俄罗斯结盟不结盟 其实不是跟俄罗斯结盟不结盟 是你跟别的国 不结盟政策是否坚持的问题 我们一直长期 这第一 我想澄清一个错误概念 很多人说结盟是冷战概念 冷战思维 这是错的 从春秋战国就有结盟 能说春秋战国是有冷战思维吗 这是第一 第二 世界上结盟的国家多 不结盟国家少 结盟国家都冷战思维吗 这是第三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我们只有从82年才开始不结盟 82年以前我们一直结盟 二战我们跟苏联结盟 一战的时候跟美国结盟 我们结盟的时间 我们历史上几千年 我们是结盟时间长 就不结盟 直至从82年开始到现在 那是中国历史上极短的一个时期 有过不结盟 不结盟是个别现象 不是一个归类性现象 所以今天我觉得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继续坚持不结盟 就面临一个 你不结盟 你的朋友能够比美国好吗 能比美国多吗 盟友是国际关系 以利益为基础的国家关系 最好水平 他不是很好 不是那么朋友 但是他已经是利益基础 最好水平了 你最好的水平的友好关系 不要 那你能够有高质量的友好关系吗 做不到 而没有高质量的 普遍的高质量的友好关系 你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吗 一个离把三个装 没有一个孤立的国家 能成为世界一个 战友主导地位的领导国 这是不可能的 从这一意义来讲 我们今后跟美国 其实很大程度上竞争 是什么 竞争友好关系 看谁的友好关系多 看谁的友好关系质量好 是吧 美国现在有 这个盟友得有40多 是吧 他有的叫做北约盟友 也叫非北约盟友 各式各样的 是吧 他 他有这么多盟友 你说我们一个盟友 我们是零盟友 你能在战略上 地位跟他一样吗 如果再说一个概念 就是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咱们讲的 不但有形态上的单级 两级和多级 而且国际格局是由两个要素构成 一个是大国势力对比 第二个就是大国战略关系 在第二个要素里 战略关系的多余寡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如果中国和世界上 191个国家 我们都是盟友 美国自己孤立 那你想谁的势力强大 谁的地位 谁的国际环境好 明白着呢 调过来 美国有191个盟友 我们一个盟友 那谁的好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从这里来讲 就是说今后我们要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次中俄的 签署的这个条约 和习主席访俄 促成的中俄战略关系 进一步发展 是有非常重要积极性的 提出了我们关系是特殊性的 提出了我们是最重要的 协作伙伴关系 而不是之一 而且我们说 这是给大国关系树立的典范 他已经是典范了 是吧 所以这个呢 今后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咱们前面说的有关的 就是我们的外交战略 对外战略 到底是服务于实现民族复兴 还是服务于经济社为中心 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 这十八大这句话已经改了 我的意思 我的理解是 我们今后的外交目标 要服务于实现民族复兴 怎么有利于民族复兴 而不是说民族复兴不复兴跟我没关系 是吧 只要挣钱就行 是吧 这点有什么区别 我想说 一个能够实 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 只有物质力量是复兴不了的 美国今天能有它的世界八主地位 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平等 这种思想 苏联当时能成为超级大国 是苏联当时提供了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当不能为世界提供思想的时候 我们是 我自己认为 我们实现不了民族复兴 所以那有的同志会问 我们能提供什么思想 是吧 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行吗 肯定不行 因为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都不可能 把挣钱作为一种 认为是 挣钱作为生活最高目标 认为这是一种文明和进步 这不可能 能提供什么呢 我自己理解 我们可以借用我们祖先 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 是吧 比如人义理智信里面 人义理 这样的思想 人是什么呢 人是公平 是吧 大让小是人 强让弱是人 上级对下级宽厚叫人 没有调过来的 是吧 弟弟对哥哥好叫人 没有吧 他得是 是吧 他得上对下 那么中国作为大国 我们得有人 我们讲公平 然后呢 讲义叫正义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要讲理 叫文明 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呢 因为公平正义和这个文明是超越这个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人就是公平 公平是指什么呢 是指你权力相等的条件下 我从道德的角度来讲 我给你一些个好处 谁先上车 谁有座 这叫什么 这叫平等 对吧 西方强调平等 谁先来 谁先来 谁就享受服务 好了 公平是什么呢 谁 任何人上车都要给老弱 富如 让座 这就是公平 所以我们要强调公平 用公平来超越平等 我们不是要否定平等 要超越平等 我们要提出一个正义 正义是 就是义 要强调正义 为什么 民主是提供了程序的正义性 但它不提供结果的正义性 所以我们提出正义的结果 最后就是文明 文明可以超越自由 因为如果言论自由没有文明 那就是语言暴力 所以你看看我们网络就看那肮脏里原有多少 它因为没有文明 所以从这一项来讲 你们看到 习主席已经提出来了 到处在讲 我们要建立公平正义 所以最后我想说 就是说 我们要想实现民族复兴 我们实际上策略必须调整 我们过去那些 就是整个政策 要从经济导向的外交战略 导向是政治导向的外交战略 这样的提高我们的综合实力 是实力要素平衡发展 然后我们要为世界提供一种 更进步的 普世的 全世界都接受的 一种好的思想 然后同时这个思想 指导我们国家 把我们建设成一个和谐社会 成为世界的样板才行 好 谢谢大家 现场的这些同学们 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同学们有问题的 挤手向我示意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YSFLY在今年三月 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叫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 与中国合作 不要遏制它 他在那个文章里面 回顾了冷战后 美国的外交战略 从所谓的防御性接触 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communicate but hedge 到所谓承认中国为 stakeholder 强调合作与竞争的那种 外交战略 那我想问的是 我国在冷战后的外交策略 是否也有阶段性的变化 如果有的话 如何概括 美国的对华政策 实际是一直在变化 那么他是说 关于要不要对中国进行遏制 他长期进行一个争论 然后有一派 就是接触派提出说 中国参加了 就冷战后是个全球化趋势 中国已经加入到这个世界体系 在经济上 你没法遏制它 当初能遏制苏联 是因为他搞 这个什么金户会的 自己独立的市场 不跟外部没有来往 你可以遏制 他说只剩来像不一样 你怎么遏制 所以这一派实际上 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 那么他们认为 就是说如果遏制 只有一个领域可以 军事省 因为中国的国防建设 是没有制造国际体系中去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防体系 他说这你也可以遏制 所以长期以来 美国实际采取的战略 是什么呢 我给他称叫双向逆轨战略 经济上跟中国就是合作 军事上对中国就是遏制 实际是这样 中国自己的 我们的政策 其实说以冷战结束到现在 我们也有变化 我们前期 我们实际是要摆脱孤立的政策 孤立摆脱之后 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发展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是以经济建设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后主要是吸引外资 吸引外资 吸引技术和扩大出口 这是我们当时主要 我说到了今天 我觉得我们已经经济转向 内需发展了 所以我们的战略 也会随之进行调整 我认为就是冷战之后 应该有三个阶段 就是非常荣幸听到严老师的演讲 我刚刚非常赞同严老师 关于中日是阶段性矛盾 中美关系是全方位矛盾的观点 那我想问一下严老师 就是中日关系会不会出地反弹呢 然后未来五至十年 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已成事实的情况下 中日关系还会不会存在阶段性矛盾 如果说将来中国就起的最大的对手 或者说压制对手 是美国的话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跟日本的关系 像现在跟日本的这种摩擦 是不是应该保持一定的度 好 谢谢杨老师 这个我刚才说的 中日之间是结构性矛盾 就是它也是结构性矛盾 美国也是结构性矛盾 但是我们跟日本的结构性矛盾 只体现在经济领域 它就是结构性矛盾的领域 是一个领域 那么从关于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需要 稍微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看跟俄罗斯 当冷战结束苏联的地位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地位突然一下下降 从老大哥变成小兄弟之后 对中国非常不满意 大概有那么十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俄国人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也就是说开始接受中国比俄罗斯有钱 他接受你有钱是应该的 原来他认为你比他有钱是不应该的 今天日本也面临这样一个心理问题 就是日本民众说 原来我比你有钱 怎么一下就变成你比我有钱呢 他接受不了 他不能接受说你们都到银座去 大包小包买 我从来买不起这东西 这他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恐怕是要有一个时间 大概如果不说需要 因为苏联转变的速度比较快 中国超越日本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今后会加速 所以这样我估计这个时间 总体的时间也得一个十年左右 如果说到就是眼前的钓鱼岛问题 安倍的政策 我觉得安倍的政策在七月份之后会有所调整 他七月份争夺多数之后 让修改宪法 他在钓鱼岛问题上 他闹着也还会闹 闹着会差一点 那么安倍之后我想情况会好 就是现在有人估计他干长能干三年 短了能干两年 就是从这两三年之内 我们可能还会困难大一点 他之后 日本民众会反思 跟中国对抗有好处吗 跟中国对抗两三年有收益吗 那时候日本老百姓是理性的 两三年之后 日本老百姓就会问政府 这个跟中国对抗的政策 故意跟中国对抗的政策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这时候社会会反思 会重新调整 前面这位女同学 严教授您好 刚刚您在您的演讲当中提到说 中国现在提到的民族复兴 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实现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崛起 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民族复兴的时间拉长 说成它是整个这个过程 有100年的话 如果我们这么认为 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49年的时候 解决了一个中国的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独立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独立了 是吧 就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城了 但是我们进了城了 没有户口 所以说我们面临大问题 到了71年的时候 我们把户口问题解决了 我们进了联合国了 然后我们身份有了 身份有了 这时候呢 我们虽然有了户口 但是咱们还穷 是吧 然后我们又发展经验了 我们买了房子 我们有房有车了 有房有车以后 我们发现呢 我们有房有车 有户口 但是呢 我们说呢 我们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是吧 这个城里的人 还是有点瞧不起咱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实际到了一个阶段 我们就是要 实际民族复兴 是恢复什么 恢复我们的民族尊严 恢复我们应有的 国际社会的尊重 英国战略家 利德尔哈特说 战略能否获得成功 主要取决于 目的和手段 能否做精确的计算 能否把它们正确的 结合起来 加以使用 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 手段相适应 那么在中国现在 需要以和平崛起 这样的步伐 走向世界的今天 严教授给我们的演讲 为我们非常清晰的梳理了 崛起发展的本质区别 我们再次感谢严教授 感谢现场和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 我们下一期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泰泰乐美女私房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